这个七岁的小女孩正在钻研一本很厚的高等数学书 舅舅却一把抱起她 把她送上小学校城 但到了学校 女孩发现老师竟然在教三加三 她从来反了 老师有点生气 让女孩站起来 问她 老师的笑容僵住了 接着她又提高难度 又算对了 老师很惊讶 这次她再次提高难度 这次女孩没有马上回答 但老师刚准备继续上课 老师不敢相信 立即拿起计算机 答案正确 老师惊呆了 她决定试看一下女孩 第二天考试 老师卷子还没发完 女孩就已经答完了 老师早有准备 又给她拿来第二套试课 不过这次不再是简单的算数题 而是高中难度的函数题 女孩依旧很快答完了 现在老师终于相信 这个女孩是个冬季天才 学校找来救助 希望她能让女孩再学 去天才学院 还保证会给她提供选额奖学金 但舅舅却拒绝 并且说女孩必须留在这次学校 除非能把她开除 老师很奇怪 为什么舅舅要拒绝这么好的机会呢 她到网上搜索就很难 意外发现 女孩的妈妈 居然是个过敏数学家 但就在学术研究即将完成时 她却选择了自找 老师找到舅舅了解情况 舅舅告诉她 姐姐怀孕前 女孩的生活就和她分手了 而女孩的外婆呢 一心只想让姐姐做学术研究 得知她怀孕之后 就再没和她联系过 于是 舅舅承担起了服养女孩的责任 她是个修船工 经常带着女孩乘船出海 在海边动下 生活虽然不富裕 但过得非常幸福 直到这天回家 女孩发现一个女人站在家门口 竟然是外婆呢 原来 她知道了女孩的天才 想把她带回去培养 让她完成妈妈的学术研究 但舅舅不同意 让女孩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是姐姐最富的意愿 母子俩不欢而散 很快 外婆把舅舅告诉了法庭 还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 第一次停诊 外婆争取到了探视权 一个周末 外婆把女孩带到麻省理工 这里有全球最紧尖的数学学院 还带着女孩去这数学系的教授 为了讨厌女孩 教授刻意点备了一道难题 看着黑满上的题目 女孩久久没有说话 教授有些亲密 外婆很生气 拉着女孩离开教室 但这时 女孩告诉外婆说 不是她算不出 而是题目错了 甚至她已经算出了答案 这堆密密麻麻的申报数字 全是这个七岁小女孩写的 台下是世界最高学府的教授 女孩太矮只能站在题目上写 教授慢慢变得目瞪口单 因为她没想到 自己故意写错顶及难题 女孩竟然能改正题目 还算出了正确答案 这就是一个天才少女 但奇怪的是 女孩的舅舅却不喜欢她学习 发现她在做题目 还把她从桌子前抱走 带她去海边看日落 女孩像树来一样 在舅舅身上爬来爬去 这时的她 不再是一个天才少女 而是一个普通的外人女孩 这正是舅舅所希望的 因为 女孩的妈妈也曾是个真才 却在外面摇动 强压下崩溃 选择了自杀 她不想让女孩精力紧接的努力 于是将女孩带在身边 独自抚养 带一个单身男人带着小女孩 总会闹出点笑话 一次周末 女孩提前回家 撞破了舅舅和老师的好事 老师尴尬地跑了 舅舅又生怒气 一着急 又踩到了更高玩具 她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女孩听到这句话 沉默地跑回房间 舅舅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她走进房间 和女孩道歉 女孩很伤心 以为这是舅舅的真心话 但舅舅告诉她 这是这个舅舅身上 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当你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孩子 孩子也会以最真诚的爱来回报你 外婆发现女孩是天才后 继续上诉 希望争夺女孩的抚养权 法院安排了儿童机构来评估 调查员问了许多问题 女孩有些不耐烦了 她对调查员说 舅舅是个好人 我想和她一起 调查员问她 为什么 女孩说 女孩很清楚 舅舅喜欢的是她 而外婆喜欢的只是她的天才 一次庭审 外婆为了抢到抚养权 找来了女孩的生父 这个从来没有见过女孩的男人 要把女孩的抚养权给外婆了 但好在舅舅的女师很厉害 像法官正如 生父从没经过一点责任 没有指定女孩抚养权的资格 回到家 舅舅没有隐瞒 告诉女孩 今天你的生父出现了 女孩很伤心 她不知道 为什么生父不愿见自己 舅舅沉默了一下 带上女孩 来到医院 他们待了很久 直到深夜 厂房里才走出来一个人 这时舅舅告诉女孩 你出生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么庆祝 你还终于笑了 她冲上去 和他们一起庆祝 丁儿的心声 这就是舅舅的爱 虽然她没有钱 却愿意用任何方式 让女孩感受到 无论她是什么样的孩子 她都会永远爱她 给予她家庭的温暖 但外婆依然不放弃 为了得到这个天才的抗害 很快 她提出了第三次诉论 而这场争夺女孩的婚姿 也逐渐变成了 无字牙的互相发现 这个拉玛把儿子 绕上了大体 为了争夺天才少女的抚养权 他们彻底撕破了 互相恨出对方的处 儿子的律师拿出医院证据 你把女儿逼到其中自杀 甚至在他死后 从来没看过外孙女 现在 你凭什么来抢她的抚养权 拉玛的律师说 你现在又穷 又没有资源 怎么给她披养更好的未来 然后她变得紧逼 甚至说 舅舅把女孩送到这种小地方上学 是嫉妒姐姐的才华和名声 为了报复她 故意来抹女孩的才能 夺夺女孩的未来 最后 律师说 舅舅沉默了一笑 说 当晚上看着玩耍的女孩 舅舅叹了口气 其实现在 她也开始怀疑了 她只想遵循姐姐的遗愿 让女孩过平凡快乐的人生 可这样真的更好吗 这时律师来劝她 外婆愿意退一步 她可以抚养女孩 不过 这就必须把女孩 送到条件更好的寄宿家庭 舅舅思考了很久 决定去寄宿家庭看看 院子里 有时 屋子里还有女孩 梦寐以求的钢琴 这都不是她能提供的 舅舅妥协了 她把女孩带过来 女孩哭着求她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但舅舅还是一狠心 走了 不久后 她再次去看女孩 可得到消息 却是女孩不用你 再见到她了 舅舅很伤心 但这一天 她突然得知 女孩养的独眼猫 被送去安乐死了 她疯了一样赶到医院 就像小猫 她知道女孩的外婆 对猫毛过敏 她骗了她 她就在女孩身边 舅舅赶忙赶过去 果然 外婆已经找了家教 开始她的天才 採养计划 舅舅生气了 仍给外婆逆偏论文 舅舅想带女孩走 但女孩却好了 舅舅赶紧去追 她抱住女孩 女孩却崩溃地推开她 他们把她当天才 当大人 可这件事 却从来没有人 在乎过她的想法 舅舅也哭了 她知道她想错了 女孩终于破体微笑 紧紧抱住舅舅 这次他们再也不会崩溃了 回到房间 舅舅和外婆不断之谜 但这一次 外婆不再抢 因为舅舅给的路由 正是女孩妈妈的研究客 而且她已经完成了 外婆不理解 那她为什么不发表 舅舅回答 为了抱负 她要求在你死的以后 在发表这篇论文 外婆偏助 她从没想过 女儿会这么恨她 舅舅跟着谈判 外婆去发表这篇论文 而女孩由她来照顾 外婆有误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误 舅舅带着女孩走了 而外婆一边打电话 给年轻院 一边开始刚看手稿 突然 她呆住了 女儿的手稿上 每一页都带有内痕 这个一直强硬的女儿 开始实施故事 这一刻 她终于明白 自己强加在女儿身上的期望 究竟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但很快变化接通 外婆立刻变得理智 开始和教授讨论 发表的问题 最后女孩的生活 还是改变了 白天 参加大人的数学研究 放学后 再和同龄的朋友 一起玩耍 但 这不是满足外婆的心愿 也不是实现舅舅的愿望 女孩 是活成了她自己的样子 学习和娱乐 从来都不是对比的 尊重天性 家与引导 你就会慢慢发现 每个孩子 其实都是天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